传说的分歧观点的不同 还有时间区域的不同 甚至的崇高 那这是总共有六个因素 也是导致于部派分裂的一个综合因素 那另外呢 我们再看这边还有一组部派思想的分化呢 他这边给他分成地区的不同 还有语言的不同 还有思想的不同 这三大类 那部派的分裂呢 他的可能性非常的多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从地区的不同呢 那东西这两个部派呢 大众部呢 他比较偏重在印度的东方 那印度的东方跟西方 南方北方 如果从佛寺呢 佛他基本出生的南比宁园 一直到涅槃的居师纳罗 中间的弘法 王色城 废舍离 等等 他都比较偏在东方这里 所以呢 大众部呢 如果以地区的不同 他比较偏重在东方 以匹色里央切为重阵 那上座部呢 他是在西方 他是以 居散迷还有摩托罗为中心 那慢慢的呢 有两步 然后呢 分化为三步 分化为四步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在下一次的上课呢 为大家解说 就是 从部派的法术的增上 二三四 十八二十乃至更多 这是第一个 那不同的部派 他在不同的区域 也就是在印度呢 他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发展 那如果说 我们看大众部 他的部派发展 他的区域 他本来在东方 向东传步而入南方 他是从 这个乌土加林迦 而到 安达罗 那我们 下星期呢 可能 我们发给同学 一个印度的地图 那大家可以对照 部派呢 从最早期的 两部 然后 一直分布到 各地的情况 第二个呢 上座部呢 从摩托罗 而 北上发展 一个是南下 一个是北上 所以上座部呢 他的发展 其实蛮多元的 如果说从 这个 居散米等南下的话 他经浮产里 到达阿盘体 这个是上座的 分别说部 那我们刚才提到说 印度呢 其实基本上 他分派的时候 从两大部 变成四大部 那这里呢 就是 一开始的 四大部 大众部 分别说部 说一切有部 还有独子系的 正量部 那第二个呢 就是从摩托罗 而北上发展 那到达 建陀罗 寄兵地区 他是 说一切有部 那在西北 印度呢 他有 大概两三个区域 大家可以注意的 就是 建陀罗国 还有 加斯米罗国 还有寄兵 这三个区域 这三个区域呢 第一个呢 建陀罗国 比如说 世青论师呢 他就出生在建陀罗国 他们的区域 都是很相近的 那 加斯米罗呢 是说一切有部的大本营 那 那个 大匹菩萨论呢 就是在 加斯米罗国 那我们前面提到了 第四次结集 也是在 加斯米罗 好 所以上座部呢 他向南发展 向北发展 那 他也向 东西发展 就是由 居散迷 摩托罗 而向东西发展 是独子系的 正量部 好 他的发展的情况呢 呃 他原本 比较偏重在 东方跟西方的 这两部呢 他 慢慢的从 呃 他自己本部 向印度 呃 各区而发展 那 这个是 呃 我们提到说 区域不同 他也是 部派分发的 一个因素之一 那 第二个呢 是语言的不同 各部派使用语言呢 也不太一样 啊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 呃 我们的语言也是多元的 那在印度更是如此 呃 印度的语言 多元 宗教也多元 外道也多元 那 呃 呃 各部派呢 呃 刚才提到说 这几个重要的四大部派呢 他使用的语言 也 不太一样 比如说 说一切有部呢 用杂语 这个杂语有点 呃 偏 呃 接近于 泛语 那大众部呢 他用俗语 正量部呢 用杂语 上座分别说部呢 用鬼语 鬼语呢 呃 就是相近于巴力文 这个语文呢 他对 佛教的影响也蛮大的 那 呃 怎么说呢 比如说 呃 在 南传的刺童业部呢 他是用巴力语嘛 那这个语言跟泛语 的 呃 他之间的关系就比较不大一点 那我曾经看到有一个文献很有趣 就是说 南传呢 他基本上呢 他比较没有受到 印度本土的泛我思想的影响 因为他跟他使用的语文有关系 因为泛我思想呢 他其实基本上用泛语的那种情况蛮多的 所以呢 你就会看到泛我思想这一方面的资料资讯 巴力文就没有 所以呢 呃 这个佛教的传承 一直传承到 呃 西藏佛教的藏传 北传佛教的 呃 我们北传 因为使用的语言有一些 呃 有使用到泛文的部分 那泛文有时候会夹杂着 泛我思想 这样的一个外道思想 那 所以呢 所以呢 在使用语文方面呢 他也是布派思想分化分裂的因素之一 那还有一点呢 其实思想的不同还是最重要的 那思想的不同呢 有不同不同的思想 刚才提到说十大弟子呢 呃 他是有偏重的不同 偏重的不同 我们说 呃 比如说呃 这边提到了 呃 他的传承 他的思承 那各个部派呢 他基本上 呃 他会有不同的思承 因为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 有时候以 呃 会以人的 呃 他的一个思想 呃 为偏重 那这里呢 他提到 比如说像法杖部 呃 他自称以木剑连为师 呃 如金亮部呢 自称以阿难为师 也就是说 他的思想的偏重呢 有偏重在 呃 这样一个人的一个思想 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说 像阿难尊者 他是比较偏 偏向于上座部 还是大众部呢 他是偏向于大众部的 好 所以 同类相聚 哦 同类相聚 他的部派呢 哦 也会有所得不同 那另外呢 第二个呢 思想的不同 我们从法跟律的偏重 法跟律呢 呃 就是佛当时说法呢 好 说法成经 自戒成律 好 那这两个 好 大众部呢 是重法 上座部是重律 那 重律 重戒律的 这个部分 我们看 他这边提到了 四个部派 比如说 四分律呢 属法杖部 五分律呢 属化地部 解脱戒经呢 属 引光部 好 那 散据律 匹婆沙呢 属 嗜同业部 好 好 那 呃 这个上座部 重律呢 大众部 重法 好 比如说我们说 呃 重律跟重法的 好 我们说 佛涅槃以后呢 佛涅槃以后 以和为师 他基本上 有三个说法 以戒为师 第二个 以法为师 好 那以 这两个 合合起来为师 就是 以 法 跟律 为师 这三个 好 那 呃 重律的呢 当然他说 以戒为师 好 那重法的呢 就 以法为师 好 他也有这样两个 呃 不同的一个说法 好 那另外呢 我们看 这是法跟律哦 好 金跟律 那金跟法的偏重 好 那我们看上座部呢 如果金律论来说呢 上座部呢 他是重论的 好 那大众部呢 他是重金 大众部呢 是重金轻论 好 大众部 如果说 我们前面有提到 那个三门 好 坤勒门 匹潭门 跟空门 他是属于哪一门 大众部是属于坤勒门 好 他是 重金轻论 好 那 大众部跟上座部 哪一个论点会比较多一点 上座部的论比较多 好 上座部呢 好 他南传有南传七论 次同业部呢 也有 好 这个南传的次同业部 有七论 北传呢 有有部的七论 还有像 瑟利弗阿比坛等等 所以呢 这边金法的偏重呢 部派偏重也不同 上座部 重论 重于分别 分别诸法的志向共向 所以呢 上座部呢 他 他这个 这个在理论的分析呢 他偏重于这个分别 所以重于分别 他内容的这个论点 他就内容非常的多 非常的繁琐 他偏重于什么呢 阿比达摩 阿比达摩呢 是详细分别诸法的志向共向 那这是上座部 大众部呢 他是重金 那重于贯通 他跟上座部呢 刚好是相反 他的 重论呢 是繁琐 但是 大众部呢 他的经典呢 是比较简要一点 那 他主要的 就是刚才提到的 在三门当中 部派的义说有三门 那 他是属于昆乐 那 这个 大众部呢 他虽然有论 但是 没有传译过来 我们背传 那 所以呢 他是什么呢 他是重金 轻论的 学风 这是大众部 所以这两部呢 他的偏重是有所不同 接下来我们再比较 这两部呢 一个是尊骨 第二个是荣心 一个是保守 一个是开放 那 保守是什么呢 保守呢 上座部 比较偏向于尊骨 尊骨 他是以早期的 佛典 跟圣典 为他唯一的标准 跟准神 那 从这个 早期的圣典 进而分别抉择 佛有说的 他去分别抉择 没有的 他就不广 加以说明 但是 这一个呢 跟大众部的 开放派 荣心派 就有点不同 那 大众部呢 是集佛教的 遗留下来的教说 融入新知 他的那个融合度呢 会更好一点 更强一点 那他这边有做三个批语 比如说像画地部 他把四废陀呢 好语 就是他里面语言 很好的 来庄严佛经 那第二个呢 像法障部 于三藏之外呢 他还立什么呢 像奏障啊 菩萨障啊 还有大众部 大众部呢 更有大圣的教义在里面 他就不是佛这么说 他把里面的 这个佛说法的精神呢 加以发扬 好 这个是 思想的不同 上座部跟大众部呢 有点差别 那很重要的一点呢 是对于经说 因为 我们前面提到说 佛呢 说 说法成